都说血型可以判断一个人的个性 但您知道吗 血型竟然也跟癌症有关 国外研究发现 O型血的人免疫力好不宜生病 但若是A型血就容易罹患 肝癌 唾现癌 旁观癌以及胃癌 尤其得到胃癌的几率 比其他血型还要多出30% A型的人他血球上面的抗原 跟胃癌细胞表面特征有一些相似 免疫系统会倾向于就是不要攻击 让胃癌有机会发展 也有一说是A型小心谨慎 但长期压抑导致胃部紧张发炎 癌化几率就会增加 此外B型血的人也别大意 面对稳坐癌王宝座的胰脏癌 研究发现B型得到癌王的风险 比O型还要高出1.7倍 其次是AB型以及A型 除了B型人爱吃甜食以外 或许个性也是一大推力 B型人比较想法上面有比较独特 想要尝试新的甜点的同时 记得要想好产分会不会超量 癌症畏惧国人头号死因 但透过饮食也能做好防护 比如吃含锡含胡萝卜素的食材 像胡萝卜南瓜地 甚至虾子等海鲜都能防胰臟癌 另外可选橙皮类水果 像是柳丁柑橘等 多补充叶酸抗发炎 维生素C抗氧化又解毒 都能有效对抗胃癌 尤其剥开橘子一丝丝白色聚落 可别挑掉因为它可是抗癌精华 橘子的丝进到体内转换成橙皮素 维生素或者是直化素它抗癌的效果 通常都是来自于 它有抗氧化跟抗发炎的功能 会不会得癌症跟遗传和生活习惯都有关 各种血型藏有不同玄机 但不便的抗癌关键 就是保持均衡营养 以及正常作息 记者黄明君 陈轩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